大家好,我是杜林,欢迎来到麦子学业 很高兴又在麦子学业和大家见面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这个笔大型项目 刚才我已经做过了这个介绍 那么看到这个主题,大家可能会问这个笔是什么呢 这个笔是用了构建物联网底层通行的一种重要的技术 这个笔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 它的原理是什么,如何去进行Zigbit的开发这样一些问题 后面我们下一期和一些详细详细给大家逐一讲解 这些也是这套课程的主要内容所在 今天我先给大家对物联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在后面的学习Zigbit的技术时候 就会提不到学习这项技术的重要意义 现在看看物联网的概念 提到物联网它一次能不能再重新伸展活动之一 思考能否让自己的伸展功绩或生活用机更智能化一些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 就会利用一些微控制器来演证控制它们 这样的智能化达到一定的程度就有了物联网 大家普遍比较令格的关于物联网的标志性的事件 是1991年在英国建调大小的Telui-Cavibu事件 这是在聊的一个事件论 说的是在英国建调大小的Telui计算机实验室的 科学家在Cavibu旁边安装了一个编辑式思想机 使用地址康复并编写了一道程序 在利用计算机图像普通技术 将图像传输到CCS的计算机上 以方便工作人员随时查看咖啡是否做好了 后来在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中 最早提到物联网 物联网的英文名就是Unlimited of Cases 简称IoT 到了1998年时候 美国马上理工学院提出了当时 毕竟做EPC系统的物联网的构想 直到1999年 美国Auto-ID实验室首先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 当时的物联网是最要定义的 将所有物品通过设定识别技术 使用一系列信息 传感设定一定的网连接起来 直线的物品自能法实际和管理 2008年底 IBM提出了智慧第九代新理念 它的思想主要是把IBM技术 IBM的IT所应用到各行各研究器 以上基本都是美国的物联网的一些研究 那么我们国家的情况又如何呢 应该来说 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起步也是比较早 早在1999年 中科研就启动了传感网的研究 并起了一些科研成果 2009年 我国Auto将传感网和物联网 确定了国家的五大战线的新兴产业 我国物联网白贝书是这样定义物联网的 它是通信网和互联网的拓展应用和网络延伸 它使用感知技术以自然章置 比物理世界进行感知识别 通过网络传输互联 进行计算处理和知识挖解 直接人以物物以物 信息交互和无缝链接 达到地物理世界实时控制 经济管理和科技技术的目的 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看一张图片 这就是物联网的网络架构 其实这些的主要目的是 让大家明白 这个比技术在做物联网产品的时候 它所属的位置 从这个图可以看到 它是由感知层 网络层和应用层组成 这就是物联网的架构 那么这三层的作用是什么呢 感知层主要作用是完成地 物理世界的智能感知识别 信息采集处理和制止 并通过通信 模块将物理实体连接到 网络层和应用层 而网络层 主要作用是完成信息的传递 路由和控制 包括延伸网 介入网和新网 它可依托公众电信网和互联网 也可依托行业专用通信网络 应用者包括应用基础设施中间界 和各种物联网的应用 应用基础设施中间界 为物联网应用一共信息处理计算 等通用服务设施能力 及职业料理接口 以此为基础实现物联网 在众多领域的各种应用 利用传感器 执行码 就是我们通照所说的条线码 RFID 二维码 自能招致 通信模块 这里实现的技术 就包括我们即将要讲的 这个比的技术 这样等等的设备所组成的 无线传感网 传感器网络 下一道课会专门讲无线传感网络 它在物联网体系架构中 所占据中非常重要的作用 打个比方来说 如果把物联网的体系构架 比如人体 无线传感网络 就是零比重的神经末梢 可见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它将采集的数据传送至网络者 网络者通过电信网或互联网 将港资产采集的数据传立给应用者 应用者使用信息处理 零计算 解析服务 网络管理 web等技术 将竖进整个处理层 面向地下的客户端 以上就是互联网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